F-35战斗机 美国的骄傲 单价接近1亿美元的空中霸主 及全球航空科技与一身的最新锐五代机 却在近日的亮相中让人大跌眼镜 原因竟是F-35战斗机生锈了 一张来自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的照片上显示 航母上的F-35C秀迹斑斑 不清楚的还以为是集体换成沙漠涂装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作为美国军队的杀手锏 怎么会和生锈这种低级问题扯上关系 F-35秀迹斑斑的背后又有怎样的秘密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F-35生锈背后的细节 首先要纠正一个误区 我们在图片里看到的F-35身上的秀迹 其实不完全是生锈导致的 毕竟生锈这个词一般长指钢铁的氧化 总不能说F-35战机纯是铁做的吧 所以在F-35身上发生的是一个范围更广 记忆里复杂 破坏性更强的化学过程 也就是常说的腐蚀 而且是电化学腐蚀 而造成这一切的源头 则是三个因素联手导致的 这三大元凶分别是先天的设计缺陷 恶劣的工作环境和制造时出现的瑕疵 首先是F-35的设计缺陷 要想了解这一点 我们需要了解一些简单的化学知识 在中学阶段 我们都学过电池的原理 当你把两种电化学活性不同的金属 比如一块铜和一块铁 用导线连起来 在一起泡在硫酸铜溶液里 会发生什么呢 没错 一个电池就形成了 化学性质更活泼的铁会作为负极 被加速氧化分解 而铜作为正极 则受到保护会变得更粗 这就是所谓的电鸥腐蚀 或者叫电化学腐蚀 当初F35的制作过程 为了能满足隐身 减重和高强度 这几个互相矛盾的要求 F35的设计师们 可以说是用尽了当时顶级材料 这也导致了 它的机身 不是由单一金属制造的 而是由各种合金和复合材料 通过紧密缝合起来的精密组合体 它的机体结构中 包含了碳纤维复合材料的电化学电位 明显高过了铝合金 当这两者之间通过紧固件 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接触 并且飞机长期在一个潮池 充满盐分的环境服役时 比如卡尔文森号航母的甲板上市 F35的机身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 由无数微型电化学电池 组成的复杂系统 结合电化学腐蚀的知识 盐溶液是良好的电解质 能提供离子传导通路 从而促进电化学腐蚀的发生 金属表面在盐溶液中 会形成原电池 加速腐蚀过程 盐溶液中的离子浓度越高 导电性越强 腐蚀速度通常也越快 这种情况下 电位更低的铝合金 就成了倒霉的牺牲 在化学反应中 作为阳急被加速腐蚀了 所以F35的腐蚀 并非某个工程师的设计失误 而是为了追求极致性能 所做出的设计选择中 不可避免的内在隐患 既然选择接受风险 那对于F35的腐蚀管理的核心策略 并非是根治 而是如何进行有效的 持续的且成本可控的管理 第二个因素 则是F35严科的服役环境 航空母舰的甲板 简直就是一座 为化学腐蚀 量身打造的完美温床 这里的空气中 弥漫着高浓度 来自海水蒸发的绿离子 飞机在甲板上 又会频繁的接触到海水喷溅 泄露的液压油和燃掉残留物 还有各种各样的腐蚀性清洁剂 更要命的是 它还会近距离 暴露在其他飞机起降时 发动机喷出的那种 夹杂着硫化物和氮化物的高温 高速废弃气流 以及直升机旋翼冲刷 带来的沙石和雨水 这些物理和化学因素 共同作用 会极大的加速F35 表面的那层 昂贵涂层的磨损和老化 一旦保护涂层出现了一点点的破损 腐蚀性介质便会长驱直入 直达脆弱的金属机体 美国海军航空兵的内部数据 更是表明腐蚀问题 常年占据F35战斗机 总维护费用的四分之一以上 如果单单是花钱 那财大气粗的美国还不算难受 但腐蚀问题 给F35带来的许多安全隐患 才是最致命的 至于我们说的第三点 也就是F35后期制造的问题 则是沾点人祸的因素了 F35项目在当初推荐时 为了强健度 美军采取了一种 被称为并行开发的高风险模式 通俗点说 就是在设计图纸还没敲定完 各项测试也未完成的时候 工厂的规模化生产线 就已经马力全开了 这又像一个工程师 一边还在修改着手上的图纸 一边却要求施工队 按照草图全面开工 这种做法如果不出问题 那简直是天房夜谭 2018年4月的交付暂停事件 就是这些隐患爆发促成的 那时候五角大楼突然宣布 暂停接收所有新的F35 原因是在例行深度检查中 发现F35的大量紧固件的 孔洞内部存在浮实 调查结论 指出其在最基础的制造环节 这些孔洞在钻孔后 并没有按照工艺规定 涂上防腐蚀底漆 或者是底漆涂浮的不合格 这就相当于盖房子时 钢筋没做任何防锈处理 就直接胶住和凝土 这种房子能没问题吗 而类似这样的事情可不止一地 在飞机表面面板 与机身的连接处发现腐蚀 而暂停过交付 原因竟然是技术人员 在安装时忘了涂地漆 令人不由质疑 洛克公司的专业性 2016年9月 美国空军一口气停飞了15架F35 原因也出在其染料箱内部 F35的航空电子设备 冷却管路上 绝缘层发生了波落和碎裂 这一系列事件勾勒出了一条轨迹 F35的腐蚀 不仅仅是设计和环境的影响 更是它早期生产管理混乱下 用牺牲质量换取速度 所留下的一笔烂账 不过细心的朋友 可能发现一个问题 F35的蒙皮结构 要么是航空铝合金 要么是钛合金和其他负荷材料 但问题是 无论是铝合金还是钛合金 它们腐蚀后产生的氧化物 都不是黄褐色的 三氧化二铝是灰白色 二氧化钛则是纯白色 和我们看到的F35身上的土黄色 完全不一样 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些黄色修技 都是F35那个高科技涂层惹的货 虽然问题缠身 但作为美国航空工程技术的结晶 F35的那身隐身涂层 仍然是其最引以为傲的核心技术 这件被称为隐身衣的涂层 即使F35成为化石代战机的关键 也因其极度娇贵的特性 成为了战机难以维护的根源 而那些在航母上拍到的 触目惊心的黄色修技 恰恰为我们揭开这件隐身衣的秘密 提供了最直接的线索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 F35的隐身涂层中 包含了大量的铁机元素 而我们看到的生锈 正是这层高科技涂层本身 在腐蚀降解的直接表现 这个猜测并非空穴来风 在隐身技术领域 一种被称为铁球涂料的铁机细部材料 是实现雷达隐身的核心技术之一 并已在F22等战机上得到应用 它的原理是在特制的聚合物粘合剂中 混入海量纳米级的 经过精确塑形的铁氧体颗粒 把它想象成一块磁力海绵 当敌方雷达波照射过来时 电磁场的能量会迫使这些微小的铁磁颗粒 进行高速的磁绸翻转 这个过程会产生磁质消耗 简单来说 就是把雷达波的电磁能 高效的转化为了热能 从而实现了吸收而非反射 作为后来者 F35使用的自然是更先进的下一代涂层 但万变不离其宗 为了在宽平带上高效吸收雷达波 铁机材料依然是目前最右的选择之一 这层涂料能将F35的雷达反射界面积 缩减到一颗高尔夫球的大小 为飞行员带来先敌发现 先敌开火的巨大战术优势 然而这层涂料的致命弱点 也恰恰源于它最核心的成分 铁 首先铁在化学上极度脆弱 铁元素天生就容易氧化 这让这身隐形一 对海洋环境中的化学腐蚀极其敏感 因此那些黄褐色的锈机 几乎可以肯定是涂层中的铁元素 与海洋环境中的盐分 失去发生化学反应后产生的氧化铁 换句话说 不是F35的机体在生锈 而是它的隐形衣本身在生锈 其次 F35的隐身涂层在物理上同样不堪一击 高速飞行时的空气摩擦 雨水冰雹的撞击 以及地勤维护时的刮蹭 都可能破坏涂层表面的保护层 让内部的铁机材料暴露出来 从而加速复视 这就解释了为何有文件指出 F35不能长时间超音速飞行 或在雨中飞行 因为这些恶劣条件 会急剧加速这层铁机涂层的 物理和化学双重降界 飞行员将面临一个残酷的抉择 是优先完成任务 还是保护这身昂贵的隐形衣 除了容易损坏以外 这种涂层的维护 也是名副其实的无底洞 一旦腐蚀 修复过程极其复杂 需要横温横湿的专用机库 和保密的特殊材料 任何工艺瑕疵 都可能导致这块磁力海绵出现漏洞 让隐身效果大大折扣 所以我们经常在照片上看到 F35涂层上那些 颜色深浅不一的不定 那正是一次次对局部俯视区域 进行精细修复后留下的痕迹 而每一次这样的修复 都是时间和金钱的巨大消耗 直接推高了飞机的飞行成本 拉长了维护周期 成为其出动率 常年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这些秀机 对于F35的核心能力 也就是它的隐身性能 会造成多大的伤害 它的影响又会有多大 答案是 这种危害对于F35的隐身性能 所造成的危害 可以说是根本性的毁灭性的 要理解为什么 就必须把F35搞明白 F35的隐身涂层 可不是一层简单的保护器 它本身就是一套极其精密 被动式的电子粘系统 当隐身涂层生锈时 它就会从以下三个层面 彻底摧毁这套被动电子粘系统 第一点就是化学成分 与电子特性的改变 这是对F35最底层的破坏 原始的铁基颗粒 如铁氧体 是拥有特定的磁导率和节电长数的 这些是它能吸收了一大波的物理基础 而一旦它氧化形成铁锈 其化学成分和晶体结构就完全变了 这导致它的电子特性 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简单来说 那颗原本能吸收 X波段雷达波的铁磁颗粒 在生锈后 不再能高效吸收 那个频段的能量 甚至可能对其他频段的雷达波 产生新的不可预测的反射 第二点 则是对隐身涂层的物理结构 造成的破坏 隐身涂层是一个均匀的 连续的阶纸 而铁锈是疏松 多孔 不规则的片状 或粉末状物质 当涂层生锈时 它会从内部挖解其均匀的物理结构 原本紧密结合在聚合物中的颗粒 现在变得踪散 脱落 这不仅破坏了颗粒之间 精确的间距 更在涂层内部 制造了无数微小的缝隙和空箱 当雷达波进入这些区域时 它不再是被均匀吸收 而是在那些混乱的界面上 发生复杂的 不可控的散射和折射 最后 也是最知名的一点是 锈时会形成新的雷达反射源 这对于F35来说 是最直接的危害 一个平滑完整的隐身涂层表面 会将极少数未被吸收的雷达波 向其他方向偏转掉 但生锈后 形成的粗糙 凹凸不平的表面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雷达波 慢反射体 更糟糕的是 这些不规则的锈级边缘 会形成大量的边缘角和尖端 在电磁学中 这些尖锐的边缘和顶端 是极强的雷达波反射源 一小块锈斑的边缘 就可能像一个V型角反射器 将雷达信号远路增强并反射回去 那么这种影响的程度有多大呢 答案是灾难级的 这种影响可不是线性的 一加一大约二那么简单 这可不是一个开关 要么隐身 要么不隐身 它会造成如同雪崩一样的性能衰减 从隐身到显形 在雷达屏幕 F35的信号特征 本应低于环境杂波的噪音水平 让对手无法察觉 但一小块关键区域的秀石 就可能制造出一个稳定明亮的热点 这个热点的信号强度 足以让它从背景噪声中脱颖而出 被敌方的雷达系统捕捉到 在隐身飞机的世界里 你的可见性取决于你身上 最容易被看到的部分 哪怕飞机99.9%的表面都完美无瑕 但只要那0.1%的秀石区域 形成了一个足够强的热点 那么在敌人眼里 整架飞机的隐身效果就趋近于0 因为一旦被这个热点锁定 整架飞机的位置也就暴露了 由于F35的设计哲学 就是利用隐身特性 在敌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深入其仿区 执行危险任务 而图层的秀石 则让这种战术的核心前提 F35的隐身性能变得不再可靠 飞行员将无法相信 自己的飞机是否真的处于隐身状态 这对于任务规划 和飞行员的战场决策来说 是致命的心理和战术打击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就是 F35隐身图层上的秀机 绝不仅仅是影响美观的皮肤病 那么简单 它是一种直接攻击 其战斗力核心的癌变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美军要投入巨子 开发新型飞机图层 因为它们是在与异常持续不断的 会从根本上瓦解 其空中优势的化学战争做斗争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大家觉得F35的新型隐身图料 能够避免腐蚀的惨剧发生吗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见